桌上擺滿拍賣物品 有圍巾 有外套 甚至是高級皮夾 但這可不是什麼跳走市場 得要先說出自己的愛情故事 才能夠斷定它的價格 剛剛聽完 我們的愛情迷霧的故事之後 你現在要花多少錢不要叫它 有人拍賣對方最愛的一首歌 有人賣他最愛吃的一道菜 通通富含著過去那段愛情回憶 因為房子是我租的 所以我說說合約到期之後 你就是把我送你的東西留下來 那他也是留下這個台燈 這種感情 我的認知是不是跟別人 看起來的認知有所不同 有人從這兒重新找到自己 愛情迷霧拍賣會 到現在實行四個月 創辦人就是他 這個東西在他生命中 佔有的地位跟分量 已經遠遠超過這個東西 本身的價格了 你可以體會到這中間 其實是一個療癒的過程 劇場出身的他 讓物品用展演的方式表現價值 現在還受邀到大陸去 幫助更多人走出悲傷 介紹派內容 中文碟台北報導 請請不要 請聽聽聽聽聽聽喔 請教育 讚! 請以為 及 請 請